他以為不承認政府就等於不承認 不承認政府就等於他不知兩個兩輩 海峽兩輩 大陸的海協會 台灣的海基會 就通過這些白手套 為何好像阿毓敏這麼久沒有做網台節目 不是吧 我剛剛才看完毓敏踩場 你有沒有訂閱MyRadio的YouTube頻道 YouTube頻道要訂閱的嗎 當然要訂閱 你訂閱了YouTube頻道之後 旁邊有一個小鈴鐺 所有MyRadio的節目 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 難怪了 說回來說 你讚好MyRadio的Facebook專頁沒有 Facebook專頁是什麼 Facebook專頁你都不知道 不是吧 你要快點上Facebook 去MyRadio的Facebook專頁 讚好之後 還要選搶先看 所有MyRadio的台務通告 節目直播 亦都會優先立即告訴你 你就可以即時收睇 那你就不會錯過 MyRadio的所有節目 難怪了 等我自己拿著一部東西在這裡 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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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督督督 原來是這樣 那你快點趕快去讚好 那一定 麻煩了 多漂亮 回到第二節 剛才說到 我們會說大灣區的法制統合 因為香港的法律和中國的法律是不同的 大家知道大灣區的幾個城市 九個城市和香港都完全不同 只是香港和澳門都不同 那怎麼辦呢 但是根據之前介紹過的書 和講大灣區的新的融入框架的時候 之後就已經提到 無論你是標準認證 無論你是人才 無論你是錢 無論你是Click Class 他雖然沒有講到司法上會做互通 他會講到專業認證的事情會做互通 或者之前已經簽訂了關於民事的法例 或關於商業糾紛上面的事情 是可以做一些司法互助的協議 但是現在來說 你看到的趨勢就是 會連司法都會做互通 而這次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最近在廣州 搞一個所謂的區域協同立法高層論壇裡面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 接受明報查詢的時候就說 大灣區是可以仿效歐盟 整合大灣區裡面的兩種法系 譬如 譬如 他的譯就是 香港叫我們行普通法 他就是行海洋法 香港行海洋法 其他大灣區地方行大陸法 就像歐盟一樣 英國行海洋法 是不是叫海洋法 海洋國家法 他怎樣譯的 總之就是普通法 跟歐盟的其他歐洲國家不同 但是他們都可以用歐盟來整合 這個概念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不可以這樣 因為你不只是說 你歐盟這樣的法制 你不只是28個關稅區 28套法律制度 然後就組在一起 而是你有不同的法律類別 因為你不同國家 可能有些是有過法例 有些是沒有那些法例 你中間有重疊的話 你可能是互相援引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是contraction 甚至是根本是沒有的 譬如說西班牙 舉西班牙和這個 德國的法院做例子就是這樣 西班牙上市就是 因為這個加泰隆尼亞前主席 培澤民之前訪問的時候 路經德國 西班牙就向德國的法院申請 聯邦法院申請這個 歐洲拘捕令 嘗試去拘捕他 但是引用的 他那個拘捕令裡面 就提到一條叛國的罪行 但是德國呢 不好意思 是沒有叛國這個罪行的 所以在法院判決的時候 最後就 無罪開息 就放了他走 一定要你兩邊都有那條法例 即是相約的法 你不可以說 這邊有犯這條法 這邊沒有犯這條法 就不可以引渡的 所以德國的例子就是 我們這裡沒有這個判國罪 所以我不可以引渡他交給你的 我可以引渡你 引渡這個人交給你 但是你不能夠告他撥國罪 你只能夠告他另外一條罪 事實上這個問題是很深入的 譬如說法律的不同的類別 法律的效力層級 譬如說你看到香港就是說 香港的基本法其實是 從屬於這個中國的憲法 三十一條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要整合的話 香港那些是否就會 以後就不需要有基本法 而是從屬於中國那種全國性的法例 中國的憲法底下 所有東西都適用於香港呢 這樣 這些是一些問題的 而在執行上面 這個香港的法院和這個中國法院之間 會不會會有從屬 而更加嚴重的就是 你立法機關的構成和產生方法 最終會不會受到影響 就是這個基本法能不能夠保得住的問題 那麼這些東西呢 就是說 在歐洲上面這些東西都相當複雜 你知道歐洲有歐洲法院 然後各自國家都有各自國家的法院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今時今日呢 就是歐盟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歐洲法院始終都不 雖然它是歐盟裡面去處理歐盟各國的事務 去有一個法院去處置 但是問題就是說 它不能override 各自成員國的所謂的主權 你不會說英國法院法 然後你去歐盟上訴就沒事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定立了一個新的法治框架的話 就是在大灣區裡面 嘗試去做一個新的嘗試 當作一個試點 怎樣去在2047年之前 去遊合這個所謂的 資本主義的權力分立 以至於是中國式的 所謂的三權協作 將它遊合在一起 但是你還有一個基本法在這裡 除非你當作基本法是死的 明正而順對當作基本法是死的 那麼 你一定會面對這個問題就是說 當你仍然有基本法的存在 當你仍然有香港法例的存在的時候 你究竟是 好啦 當那個人犯了一條 真是一個經濟犯罪 究竟你是要用香港的法 即是本身那個 香港的司法框架去處理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因為之前都說過 就是說 在這個大灣區出現之前 已經有所謂的 河套區模式 深圳灣模式 前海 以至於這個 西九的高鐵站 一地兩檢模式 連塘模式 一直以來就會有很多不同的 所謂的新模式的存在 事實上那些已經是違反了一國兩制 大家都知道 違反了基本法 那些東西 那當然這些東西 去到practical來講 這些都只不過是一些 局部性的去違反 但是現在他在說的是 整套rules去改過了 因為其實那些 你可以說是試水溫 他之前那些是試水溫的 他就試一下 這些模式可不可以之餘 也都試一下你香港人的反應 你有沒有反對 有沒有說外國的反對 試完之後 OK 一地兩檢在你中間開箱都可以 是不是 有什麼不行 現在就直接告訴你 共享中國榮譽 大家都要守法公民 都可以做 守中國的法例 不是守香港的法例 但是 首先就講一下引渡 互相承認一下判決 後來就一套法律 大家應用 以後不用引渡 不用認同 大家用一套法律 搞定 我們都試了這麼久 大灣區 是不是 如果你是這樣設定 香港就不再行普通法 香港真的不是以前的香港 就好像霍濟康 那樣說 以後 大家不要用這個北上的概念 因為我們大家已經是大灣區人 我們還不需要做這個 不要用這個北上的南下 來局限自己的想像 現在都不需要想像 因為 將會成為現實 在中國 如果你一直這樣做下去的時候 將會成為現實 所以你看到最近 連陳方安生 田北俊 那些都會出聲 講到香港 美國 香港政策法的問題 就不是剛才陸仲雄 陳勇 那些義和團 這些 就叫做舊一派 我自己看 因為現在出現的就是 一個所謂的 舊的精英 和新的權貴的衝突 以前那種 所謂的濫血精英 和那種 新的紅色的權貴 根正苗紅 真玉成 鍾樹根 你見到 有一堆叫做 舊一代的民建聯工聯會 都被人換走了 你見到那些傻奸奸的 其實他們是不太傻的 但是 你見到再新一批 那些真是不堪入目 譬如說 這個 講到陳方安生 陳方安生 就說 唐偉康的說法 是代表美國 已經對香港 亮了紅燈 他就說 對於 陳茂波 波叔 他的反應 他就覺得很詫異 他說 陳茂波 沒有所謂 香港可以生存 陳太 表明極不希望 美國取消這個 關係法 他這麼說 因為 美方一旦取消該法 日後 只會將香港 視為大陸省市一部分 到時 美方 對於香港 在經貿上 提出的多項 特衛的待遇 都會遭到取消 那你要知道 陳方安生 和李柱銘 那班 他們是 和美國的 國家民主基金 和NED 關係比較密切 甚至是 有線 回答到上去 在奧巴馬 在任期間 甚至是 陳方安生 你全面那些 是見到副總統 拜登 陳方安生 他都說 希望可以 有機會的 可以去到美國 去解說 可能他都 在想到 去國會 那裏 做這些事情 他們和美國 和英國的關係 是很密切的 大家都看到的 你看到他們 可以跟 彭定康 到現在 有些聯繫 美國國會 跟國會議員 有聯繫 民主黨 共和黨 也有關係 就不同 現在這一種的 還有要知道 陳方安生 他們的線 雖然是比較 pro民主黨 那一邊 即是美國的民主黨 因為你看到 NED的背影 都知道 他跟 美國的傳統基金 不會是 pro共和黨 是不一樣的線 但是問題 就是 雖然共和黨 和民主黨 在美國 裡面 會有一些 政爭內鬥的問題 但是一去到 牽涉到 國家利益 他們是不會 輕然去買國 即是對外 就有一致槍口 一定是一致對外 對外 domestic 那些事情 可以有很多爭拗 例如 稅改方案 醫療方案 即是很民生 大家可以左右 所以你看到 最近 這個 在 越南的 峰會 在河內 發生 杜林浦 和 金正恩 北航領 金正恩 會面 告吹 即是 談不成 告吹之後 簽不到協議之後 大家 以為 會 罵 杜林浦 說 你又簽不醒 聲大大 又很急地去搞 最後就搞不醒 但是這次 竟然是 共和黨民主黨 都是異口同聲地說 做得好 你寧願是沒有協議 都好過亂簽過協議 不會有壞事 相傳說 他們在閉門會談的時候 金正恩提出要拆 零邊的核設施 因為他有加工的油 或者是 之類的 核原料的加工廠 零邊那裏 但是 但是 杜林浦就據傳 就告訴他 你測一個不夠 我知道你還有很多 我知道還有其他的 金正恩提出的條件 是要 切除所有的制裁 不是所有 其實是切除在 現行的11條制裁 裡面切除5條制裁 而那5條制裁 主要是在2016到2017年的時候 是通過的 但是那些制裁其實是 那時候講過前所 不是有這麼嚴重的制裁嗎 杜林浦說 就是那時候通過的 他就想撤走那些 來去調命 來去 繼續去 舔兩邊著數 即是美國那邊 又舔著數 中國那邊 又繼續舔著數 想兩邊通吃 但是美國現在就不給他 國磊波就是要先拆掉 那這次就不行 你先撤掉 即是中間兩邊 這個是先後的問題 但是 北韓那邊 其實這次也提出 其實是可以給你美國的專家 只是提美國 他沒有提中國 沒有提聯合國 沒有提原子能組織 那些 他就是提 你可以用美國的專家去看 我拆掉了 但是問題就是 事後果不其然 就不同的傳媒 美國的傳媒和智庫 就浮現了一些衛星的圖片 顯示這個 零邊的核設施 的確就好像停了工 但是在其他地方 譬如西海那些地方 就竟然是一個 但是我看去說 火箭發射基地 是重新地復活的 本來拆了東西 突然間又再建 原先拆了那個地方 就重新地復活 我記得有看到資料 就是 他原先拆了之後 又重新建 因為這是活動的 因為相關專家說 其實那些設施 拆了之後 你建立好了 都不是很久的事情 因為它只不過是火箭的發射設施 譬如指甲、諸如此類的 回答到它就是了 來不同核設施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止一度 它是幾度 出現幾度 當然這些情報 傳媒都可以浮現出來 或者智庫都可以浮現出來 美國的情報單位更加是掌握了 不用說 所以當時相傳說的東西 我估計都頗為有根據 應該八九百零十真的有說過這些東西 而事實上真的浮過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你看到共和民主兩黨 都不會出聲去罵杜林普 因為知道這些事情是真的 你寧願去 no deal 都不好過一個bad deal 美中文的戰役都一樣 這個可能留在將來 將來再說 因為現在的海湖山莊 會面看來 三月都是沒有行 四月都可能在猜 會不會是四月 但是這個都不重要 因為今集比較重要的就是 講回香港 看看香港 現在的狀況 對於美國的情況 比較熟悉的一些人 或者是美國 英國有線的人 或者是包括田北俊 那些 他本身 又或者是中國賓那些 都有跟美國佬做生意 他們認識美國那些線的人 究竟商界是怎樣看 而且今次 連美國商會又出聲 之前一直以來 美國商會的立場 都是傾向保守的 比較少 大家都是做生意賺錢 即是他真的 總商會 他不會怎樣說什麼政治 大家都是說賺錢 少就香港的政治議題去出聲 但今次又是很奇怪地 又會覺得 說同一條例 會搞到我們 大哥 那當然 他們 我想他們 不想 應該不想 好像康明海 或者是 斯托佛那些 兩個 因為間諜罪 被人拘捕了 然後就變成 壓住在 中國的人質 用來交換 交換孟晚舟 這些人質外交 其實在 上世紀 就是 九十年代 才發生 因為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就是 美國不停地 用經濟誘因 這個最惠國待遇 來 逼中國釋放政治犯 嘛 那時候說 逐年簽署而已 是啊 但是後來就取消了 可能有些原因 就是 馬任總統 然後加上 香港的商家 政界去游說 不要制裁中國 又包括你全民那些 你不要逐年 你給他 永遠 不需要每年 逐這個最惠國待遇 跟這個人權 脫歪OK 中國富強起來 然後 現代化理論 中產階級 就會推進 這個社會 和政治上的改革 所以你看到 李柱銘那些人 當年也有份 去搞這些事情 而 將中國的胃口 種得越來越大 直至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 他們是養大了一隻怪獸 他們其實是有責任 所以今時今日 他們出聲 其實只不過是要 怎麼說好呢 簡單來講 他是要掃回蘇豆糞 大哥 他也不是真的掃蘇豆糞 他也是罵我們 他說 不要搞那麼多 不要取消 但是這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這個美國香港政策法 並不是只因為 民族黨曾經的存在 關我的事 也不只是關你去FCC 所講的一番言論 去表達你的政治立場 和主張的問題 而是說 今次的逃犯條例 不關二十三條事 不關什麼事 逃犯條例是 你自己 你自己 借點耳 打算去通他 開了一條新的法例 來對抗美國的引渡條例 順便 又可以防止走資 誰不相信 又抓他回來 還有宣洩 主權下 香港是我的地方 一舉多得 對於中國的角度來看 義和團又無所謂 現在害怕會抓到你 你才害怕 現在做生意的商家佬 他們真的害怕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洞 所以 從今次這件事 你看到香港的重要性 香港的獨特之處在哪裏 就是比較入局的人 他們會知道 但是普遍坊間那些 包括現在的政府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大惡 這個政府 陳浩波 都說沒事的 取消了那條政策法 什麼法 不管你 We will survive We will survive 我們沒事的 沒事的 沒事的 你告訴人怎樣沒事 才可以 然後商經局長邱騰華友 說沒事的 你們這些外交人員 要小心自己言論 不要影響到中美關係 這樣 都說別人說的話 代表美國國務院 直接傳聲給你聽 然後很少在唐偉康 他說他不會出來道歉 他不會因為他發表的言論而道歉 唐偉康我讚香港 民建聯去美領的門口抗議 請願信 投訴信 然後美領就給他們一份 唐偉康的廣告 交換 大家看清楚 你先看清楚我講些什麼 我都是讚香港 說一國兩制 多麼重要 你們似乎 捉粗共神 美國其實都是 玩你們這些小丑 玩你們這些義和團 其實大家 如果留意CIA解密檔案 因為早幾年 因為80年代 香港前途問題 那些檔案 就夠其解密 當然那些機密 仍然沒有解封 但是當你看到 當時的港澳的領事 其實是有不停的傳報告給美國的國會和國務院 國務院 你會看到 你嘗試去抄抄那些報告 是相當的有趣的 他當然是有做情報的收集 也都是直接向他的上頭反映的樣子 所以你看到就是說 他那個地位是舉中輕重的 你 簡單來說 你真的要保住 美國香港政策法 你不是要 罵 本土派 甚至是我們這些獨派 而是 認真真 認真研究 你現在 今時今日 你有什麼可以做 你應該是 和中國政府去有限地切割 而不是繼續說 禁黨是你這樣 罵我也是你罵 踢記者出去的也是你踢的 別人說幾句 你就讓別人說 你只是做記者 做了什麼 因為大件事 你們有份幫忙做 你們是助就為了 那就入了你們的數 大家都是中環 覺得你們 DQ別人是你自己DQ的 不是我DQ自己 比如馬愛 他都沒有做過什麼 其實他沒有了什麼 他只是做一份工 人家就很簡單 一件事就是 冤有頭債有主 就要尋仇 就自然會尋到 你們身上 所以你們想著 走一走 我覺得就沒什麼機會 普遍香港人 就沒什麼所謂 普遍香港人 我就覺得 挺好的 就制裁他 反正我們都沒有什麼 沒有影響 我們又不是做生意 我們又不是搞政治 覺得就是沒有影響 我們活在地獄那麼久 水深火那麼久 是不是到你們 品嘗一點 試一試 到了真的影響到你們的時候 就已經很遲 到時你不要說移民 或者什麼 或者說很慘 誰害你們 剛才你說了唐偉康 唐偉康這個都不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因為他都做過很多的姿勢 一個官員 也都是在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裡面 做過亞洲事務的主管 所以他鬥過了國家或地域安全 鬥過了商務的業務 甚至是和你看到商界 以至於政界的關係 網絡也是相當之好的 他是一個國務院最資深處理經貿的官員 他自己這樣寫 所以 唐偉康這個也不是簡單的人 雖然他是一種令氏 但是他不是報告到中國的大使 是報告到美國國務院 國務卿 唐美奧 唐美奧 所以他說的話不會失言 他說的話全部都度稱 和代表美國的國家立場 大家一定是要重視他所說的話 當你以為美國人的高官 例如說對貿易戰也好 對於中國對於香港也好 很多東西bluffing 都覺得他是吹水 最主要叫做兇你 當你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滋味到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就值得去繼續留意一下 看看美國方面有沒有什麼聲音 而且逃犯條例 大家坊間 怎麼說 媒體 討論上 我覺得還未足夠 還未點出過重要性 我自己認為 為什麼美令會彈出來說話 就是因為這條逃犯條例 影響深遠 前所未有 時間差不多 各位再見